有人形容说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 上个礼拜应该是 这几个约税的最安稳的时刻了 因为陆续公布 包括了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 PCE的通膨数据 都显示美国经济的确有 软着陆的条件在 似乎市场的资金 正在朝这个脉络走 目前FedWatch最新公布 9月份升息 不升息的激励 已经高达93%了 11月往下个月看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担心的是 美国的经济 真的有软着陆的机会 让大家可以放一颗心吗 或者是小心 11月如果有机会不升息 会不会有可能转为降息 现在这些经济数据怎么解读 听好我们请您上台来 解读下上个礼拜 哪些经济数据 至少可以让鲍尔税的安稳一点 至少你可以承认 市场的经济 对于整体复苏的预期 是不断在往后延的 那本来市场是预估 11月可能我们看到 或者说在明年三月份 可能会有降息的空间 但是从刚才的数据来看 他已经延到四月份了 三月份维持目前利率的点位 是很高的 换句话说 他虽然没有再升息 可是也没那么容易 进入到降息氛围 这说明什么事情 市场已经大概摸清楚鲍尔的底 他不能再升了 因为再升 对于银行的利率端 对于信用卡的违约率 可能会有持续的冲击 但他能不能降 也绝对不能降 因为目前的经济数据 好到几乎没有任何 景气大幅下行的空间 所以市场就认为 联准会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 可能meeting by meeting 针对每个月的会议数据来做判断 或者以拖待变 这个是市场目前的主期点 好 那我们就来观察了 其实数据开出来表现 也没有如常中来得这么亮丽 上礼拜五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 是十八万人 十八万人的数据 其实是优于市场预期的 可是以长周期来看 他仍然在下行周期 也就是说市场的就业岗位 开出去越来越少的 而且礼拜五 整体美国的失业率 也从前阵子的三点四三点五 来到三点八百分钟 那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 美国他的劳动力市场的调查 他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是属于企业调查 就联总统去问企业 你现在开了多少的就业岗位 这个是属于非农就业的部分 那另外一种是属于电访的部分 电访的部分 他只要就跟失业率直接挂钩 那两个部分 你可以观察到 现在都开始做一些 适度的调整和回归 比如说联总会 最近开始把前阵子的 非农就业数据 做非常显座的调降 当时在统计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误差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非农就业岗位 他本身有他的失真性 第一个是他对于企业的问答 很多企业可能在很多的人力搜寻网站上 他招募了很多的工作 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要招这么多人 很多银行业很喜欢搞这一套 我自己是经济系毕业的 当时就有很多 我们看到很多外商 他特别喜欢在 这个清大招MA 就储备干部 那你会发现 明明他就在裁员 为什么他招这么多人 因为他要抢最顶尖的人才 所以会有一些误差值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是这一波的非农就业数据有十八万人 可是大部分增加的非农就业人口 都是part time工 全职工正在下滑 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待会录完营 说去跑个Uber E 晚上去洗盘子 那等于又多了两份的非农就业岗位 所以误差是开始出现了 那第二点就是属于失业率的问题 失业率目前也被市场所质疑 为什么 因为照来讲 失业率他属于电房 那你会待在家里面 接到电话 然后告诉他你失业了 那你会待在家里面 就是因为你失业了 所以你在进行电房的时候 本身也会有一些误差值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连续两到三个月多的方向 是不是劳动力市场 真的有松动的感觉 要不然按照目前的角度而言 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 但是绝对不到差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从职缺空缺数 除以美国的失业人口比例 目前大概还有1.5倍左右而已 还远远不到2019年以前的水平 那目前美国的辞职率 也的确从原本的3%下滑到2.3% 这说明目前劳动力市场 是出现不冷不冷的状态 之前很缺工 随时可以辞职 现在辞职率没有这么高了 可是你说目前 美国的职位空缺数 大家能够工作都已经工作了吗 其实才1.5倍而已 还回不到过去2019年的1.2倍 也就是说目前美国的职位空缺 其实比例还是非常多 一个人有1.5个工作可以让他选 对 19年是1.2个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个人会认为 就业市场在降温 但他不足以把通膨给拉下去 换句话说 我们礼拜五所看到的数据 基本上达不到 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会认为 劳动力市场好像降温 但是他是达不到 联准会停止 完全停止升息 或者进入到降息区间的表态的 基本上目前来看 工资水平还是有可能保持在 4%左右的增长 好这是目前在就业的状况怎么反应经济 企业的获利怎么反应经济 OK企业的获利 他就不太一样了 刚才我们提到 目前来看企业的获利 他的增长幅度 是几乎在所有经济指标当中 表现的来自最为亮丽的 目前我们可以观察到 你像大摩 大摩在过去 麦克威尔森的主导底下 针对未来的EPS预估值是极差的 可是现在已经来到年末了 我们看到大摩针对2024年 整体美国股市各大板块的 EPS预估值 今年大概有一半的板块 EPS都还是付报酬 今年是科技股优先专号 但是明年呢 明年就连现在表现最差的 能源和原物料类股 明年都预估会有 1%到6%的增幅 也就是说 现在就连相对悲观的大摩 都认为明年是所有板块 EPS全部都回到正成长 包括我们看到通讯 或者资讯科技类 都持续在增长当中 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于未来 美国股市的入境 就可以来做一些推敲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观察上这张图表 纵轴是我们看到的本益比 也就是美国股市的估值 横轴是核心通膨 那每个点都是过去100年来 大家的点位 你会发现它某种程度 是一条负鞋率的曲线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核心通膨太高的话 这个时候 你对于企业的获利 就会形成冲击 对不对 通膨太严重了 那这个时候 美国股市的估值就会下滑 那如果你的核心通膨 比较低一点点 那企业他的获利率 可以拉升的话 那我就愿意给你 比较高的本益比 股价就容易上涨 但是现在在哪里呢 现在在这个点位 也就是我们现在同时 面临着高本益比 而且核心通膨高的情况 那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 按照2024年大摩的EPS 相对悲观的投行的预估 明年的获利会转好了 什么意思呢 他本益比照来讲 他是可以往下拉的 因为你获利在拉升 所以如果本益比 他能够往下拉的话 那基本上现在唯一的问题 就是处理核心通膨的问题 可是刚才也提到了 工资通膨这么的僵固 核心通膨要怎么解决呢 所以联总会从原理来看 他必须要进行暴力升息 把通膨全部歼灭 因为你有获利来挂保证 可是我们待会听到 由于信用卡违离率 已经开始上升了 升息的副作用开始出现了 所以现在我对联总会的定调 就是以拖待变 也就是利率很有可能 升到今年年末 就已经完全停止了 缩表是有可能持续的 因为缩表拿来一直通膨 但是现在由于联总会 同时面临着信用卡违离率上升 同时又面临着企业获利 正在好转 那他现在优先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在不触及金融性 系统性风险的状态底下 进行缩表 所以很有可能 二零二十年的主基调 是缩表 而并不是升息 那我问信用卡的违约状况 到底有多严重 OK 目前来看 已经超越二零一九年水平了 我们通常不会看违约金额 因为海量货币宽松之后 所有的债务都在创新高 违约金额创新高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因为美国目前信用卡的 循环贷款领域大概是二十三趴 也就是说一违约的话 等同于人格破产 这中产一下就变次平了 那目前三十日九十日 都已经陆续突破 二零一九年的高点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很多零售商 相对比较担忧的原因 您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 Tarkey百货 他所公布的财报当中 就有特别提到 很多的金融信用卡商 特别提到 目前他的用户当中 他的客户当中 有很多人正在违约 那其实他是不影响到 第二季财报的 为什么 因为违约是你跟信用卡的关系 我前一期拿到 但是这些信用卡商 已经提醒了 因为他违约了 所以我已经调降 他信用评级了 那他可能就不会再来消费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是美国个人的超额储蓄 大概在整体 二零二一年中旬的时候 来到二点一兆 现在已经来到负九百一十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去段时间 美国之所以会形成 这么大的通膨 跟川普时期所发送的支票 是有显著相关的 他当时真的发了很多钱 到民众口袋 所以呢 为什么零八年 海量货币宽松 但是零九年 一零年没通膨 但是二零二零年 海量货币宽松 二零一年二年有通膨 因为差别在于 有没有发这个支票 那现在呢 花完了 大摩的预估是六月份 已经来到负九百一十万 也就是说 目前钱已经完全花光 那钱花光 通常消费行为 不会产生大规模改变的 那怎么办呢 就用信用卡来进行借贷 而六月花完 信用卡继续借贷之后 七八月 就反应在这里了 对 所以这个 它是一个连锁的关系 我们可以观察到 零售商的压力 比较明显是在这边 那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提到 你看到最近很多 美国西岸的CPD地区 商办控制率不断提升 甚至连居住人口 也在不断流出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美国零售业的切到损失金额 让这些零售商 不断的扩大自己的猜测损失 就过去顶多就是损失个 这个五百亿四百亿 但现在已经接近到一千亿以上了 换句话说 很多的美国的零售商 已经把现在零元购的问题 视为财报重要损失的原因 什么是零元购 二零一四年的时候 当时加州法案规定 九百五十美元以下的偷窃案 视为轻罪 不用坐牢 罚款就好 那这导致很多 这个组织犯罪集团 他就特别去偷九百四十块 这东西 然后不断地偷 这个金额是不断在扩大当中的 那为了人身安全 通常他们也不会要求 电源去制止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可以了解到 联准会为什么 即便刚才看到 获利表现这么好 劳动市场也不错 失业率才三点多而已 为什么怕不给他暴力升息 把通膨一举歼灭就好了 因为已经影响到 信用卡的违约率了 所以联准会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利率不要再升 但是我要确保通膨向下 我就持续缩表 所以我个人认为 整个二零二四年的主基调 就是利率停止缩表持续 了解 结论太好了 谢谢廷浩 请先回座了 因为这些的逻辑基础 所以就算九月现在已经 九十几%的几率是不升息了 十一月目前看起来 也都到了六十几%的几率是不升息 但你觉得明年就会降息吗 恐怕大家死了这条心 明年恐怕利率还会维持 居高不下 缩表可能会做 大家资产被置 稍微有一些心理准备 好 回过头来 今天晚上美国股市 没有开盘 玉台我们请您上台来 但台股今天就有一些量价背离了 所以价格上来了 量没跟上 明天哪些观看重点 第一个当然因为量不跟上嘛 所以我觉得指数还是以一个横盘整理市值 可能半年线季线 这个区间整理为主 那AI很明显比较休息一点 人气有点退 但是退没关系 因为资金有转进到 先前比较成绩的消费电子 IC设计 车用 航运 军工等等 开始有接棒 所以第一个像是车用PCB里面 业绩不错 位置点比较低的金星 那Type-C里面做 静电防护远件的经验 还有军工里面的全训 我觉得都可以作为观察指标 OK 好 这是明天的关盘重点 大家在今天看完百分百之后 再多做一个小时的功课 有一些的世界 有一些的新闻 11点半钟的夜线新闻当中 为您做解读 然后明天同一时间再回过头来 锁定前线百分百 感谢收看 我们明天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YK